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帶大家玩一款特別的戰爭遊戲喔 那這款遊戲是戰爭與秩序 那是在手遊上大家可以一起來玩一款戰爭遊戲 那這款遊戲的話算是工商影片喔 很榮幸可以讓戰爭與秩序讓我們這個頻道出現在這裡喔 那這款遊戲的話我稍微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這款遊戲的話跟我們一般的戰爭遊戲一樣 是需要去建造這個伐木場 增加一些資源量的 那也有這個農田喔 是需要增加食物量的 那基本資源的話是主要是為這兩個為主 那一開始的話這兩個的話就一直瘋狂升級就對了 那我是有開這個黃金序列的關係喔 所以可以一直建造 那一般來說的話你沒有這個的話就需要等待 那我現在是開的情況下喔 所以就不需要等 那這裡一開始農田的話最多就只有九個喔 就是不會一直讓你造 那就是你該升的話還是要趕快升級 那我建議的話你一開始來遊戲的話 先開啟黃金建造 然後趕快去升級 把這個農場練到最高 然後遇到這個城堡要升級就給他升級 那我現在城堡還在升級 然後再等下30分鐘 那現在目前是6週年喔 所以活動獎勵給的很豐厚 連新收獎勵也是給的東西也是非常好 該給的都有給 然後你看獎勵一直給 哇每一張都有該領獎勵都可以領 而且資源給的量是非常多的 不太怕一開始就沒資源這種情況 那除此之外喔 這個遊戲也是非常重視這種科技研究的 那這個遊戲有分五大類的一個科技研究的 一個是資源發展跟城防還有軍事喔 還有守護資歷那現在是鎖住 應該是後期才會研發出來 那我個人是一個很偏向於很喜歡農的一個玩家喔 那我們應該是我會去選擇去升級這個農田科技喔 那這邊我們需要再繼續升的話 還要再去把這個學院給升級起來 那我們這邊就先把學院升到緊繃好了 這樣可以研發的東西會更多一點 就不要一直等了 OK城堡五等我們最多就到這裡 好那你看這邊一下還有七分鐘吧 七分鐘之後才好 你不想等的話可以直接用這個加速五分鐘喔 OK非常快的 那這邊加速五分鐘之後還有兩分鐘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他這邊加速時間免費六分鐘喔 哇實際又給你蓋好了 哇薄膜迅速啊 玩起來很舒壓的喔 並沒有會讓你一直要一直等一隻爽喔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去升級我們的研究發展 那一開始可以發展這個建築學 可以提升這個建造速度喔 那我覺得這個科技是相當重要的 畢竟這種遊戲一開始最需要的就是這個減少時間喔 那你才可以快速的發展 好那我們這邊再升級一下 好時間剩16秒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能力喔 其他能力的話可以攻打怪物死琴均速度提升 另外也是體闊可以恢復體力 那接下來這個是醫療治療 醫療射死喔 它可以治療你的傷兵 那後面的話科技其實大同小異喔 那最後面還有個急救術 可以讓這個死亡轉換兵力 變死了比較少一點 好那我們再繼續升一下 好然後這邊要變17分鐘的話 我們就可以考慮喔要用三個 好這邊已經選了三個 直接加速 那這邊好再等個兩分鐘 我們先去來看一下這一次主要介紹的重點喔 那這個遊戲喔不是單純的蓋房子遊戲喔 還可以玩這個經典戰役 那這個經典戰役呢是一個塔房遊戲喔 那我覺得手遊上面居然有這種塔房遊戲相當特別 明明是一個建築遊戲喔 但是它塔房遊戲卻做得很精美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趣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塔房遊戲 我可能會一直很專注在玩這個塔房 那這個塔房我稍微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做這個砲塔可以造成這個範圍傷害 那這個冰雪塔可以在這個範圍內喔 讓路過敵人然後減速 那你覺得這個速度太慢的話 還可以再按右上角這個乘1 再速度再加快一點 速度就會變快 你看這個範圍一大堆傷害喔 直接打爆 那你有足夠水晶之後呢 還可以去升級你的砲塔 增加對這些怪物的傷害力 防禦率比較高的怪物的話 需要用到法術塔 那我們現在沒有錢 我待會應該還會再建一個喔 不然這些有些單位可能會繞過去 像這樣子完蛋了 趕快趕快射塔射死 OKOKOK很極限 我覺得這邊要再插一個法術塔喔 不然可能會很多落網之魚喔 好 那這邊法術塔來插一個 那法術塔的話 他可以單體破角 對於單體防禦比較高的單位喔 會比較有一個奇效在 所以我這邊應該會插兩座 去盡量破防 增加這個範圍傷害傷害以外 對付BOSS來說也比較簡單一點 OK那這邊奴炮也可以升級喔 那那個蓮弩塔可以單體攻擊 那升級之後傷害會更高 那由於是前期階段的關係喔 這個防禦劍塔是不能一直升級的 它有限制在 目前我可以升級的是這個炮塔 跟這個蓮弩塔 那我覺得現在就很夠用喔 因為你只要有兩個防禦法術塔 可以破甲 再利用這個高速蓮弩強射 打得很爽 很舒壓 看這個畫面真的是很舒服 好後面再補下更多的蓮弩在升 直接射光光 這邊蓮弩應該是可以射的有沒有 可以可以射 射這個位置喔 這邊也補一下 增加這個蓮弩範圍 然後就可以射掉非常多的單位了 OK看來要進入尾聲了 到底 好 那你覺得遊戲太簡單的話 後面還有困難模式喔 那前面還有一些挑戰 就是要讓你滿血通過 或是吸血通過 那你的心心越高的話 獎勵就越豐厚 那我一開始是沒有玩太多關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 太好玩了 我怕玩太多的話 把一些太基礎的東西跳過去了 所以我已經重玩一次了 好 那這一關相當特別喔 它是兩個地方開手 那我一樣喔 這個一樣蓋這個冰雪塔在這裡 先減速 然後利用兩個高範圍傷害的砲塔 進行攻擊 好 那我前面的一個想法都是緩速 加範圍砲塔的一個傷害 比較單純一點 我以為我就是一個單純的人 你們都知道 我真的很單純 好 再升級這個砲塔全部有沒有 你只要這邊放一個冰雪塔 這邊的怪物速度就會很慢喔 那後面再補兩個法術塔 好像就差不多了 好 那這邊再轟一下 法術塔補一下 稍微把法術塔補起來 把那個肉王之魚喔 全部解決掉 好 那再利用這個範圍砲塔全部轟爛 哇 方向非常高 好 第二波過來 兩邊的道路都怪 繼續轟繼續轟 那這邊喔 冰雪塔我在想 待會可能還是要升一下 但是還是要小心這個地方 可能會被繞過去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法術塔 好 這邊該升級喔 這個冰雪塔 大家再跟肉死一點 那這邊喔 我會選擇一個 這邊可以選擇連弩啦 或是這個繼續範圍 都可以 我們來選這個砲塔齁 這邊感覺比較適合U1 這個U1 很適合範圍傷害 好 這邊繼續開炸 哇 這個效果非常好 兩個範圍塔在這邊 直接轟爛這一區的 如果肉亡之魚 就交給法術塔 那我們就可以清掉非常大量的擋管 就算他真的跑到後面喔 我們後面好 最後一道防線 那除之外 這邊我們還可以再加強這個連弩塔 這邊放一些連弩 直接強射起來 那這邊再放個冰雪塔 應該就差不多了 冰雪塔的一個減速效果非常猛喔 好 身邊升級冰雪塔 強奴 連 這個連弩塔 我會升級喔 哇 輕輕鬆鬆 這個 塔防遊戲我真的覺得做得超棒 我可能會很沉迷這個模式 我真的覺得這個模式超好玩的 好 我們就今天主要來介紹這個 好 這邊他會介紹這罐特別的一個怪物 只要擊敗他的話 其他怪物就變成烏合之中 所以代表說要專注去打對方的一個BOSS 那打BOSS的話用仿術塔是相當好用的 那怪物先從這裡出來 我們可以考慮用這個法術塔 先建造幾個出來 然後再用這個冰雪塔 稍微覆蓋一下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法術塔多蓋一點 稍微分級一下 升級一下 好 二級法術塔 然後這邊有這個降反速的功能 但我覺得這裡應該是要蓋個冰雪塔比較好 這邊直接一出來就反速了 這個細節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可以是回收的 但回收只有48塊而已 所以我覺得待會有機會喔 再去想一下 因為這邊其實也是有怪物出來了 喔完蛋了 欸 欸出事了欸 怎麼辦 怎麼辦 趕快賣掉 趕快賣掉 出法術塔 出事了阿伯 阿伯出事了 很快法術塔 我剛剛逼 逼不得已 一定要賣塔 不然一定會被他繞過去喔 完蛋了 我這邊出現了 大失誤阿 趕快升級這個法術塔 右邊這個會繞過去嗎 不會 這個最後一道防線一定要守住喔 很危險欸 我剛剛 這個遊戲的塔 真的是不能亂蓋喔 你只要一亂蓋的話 這個很容易就守不住了 但是我們這邊法術塔傷害極高 然後再搭配這個 減速塔 慢慢讓他減速起來 就不會跑這麼快了 這邊再稍微減速一下 不然要衝過去了 很快很快 快跑快跑快跑 哇阿阿阿 被碰過去了 很極限 趕快的補蓮爐塔 趕快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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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哇 這個塔房真的有難度喔 並不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結束的一款遊戲喔 我覺得這邊還在補一個房 這個 法術塔 好 這邊可以回收了 我們這邊回收 蓋這個冰塔 再蓋一個法術塔 然後再升級這個法術塔 OK 強奴直接開射 噓噓噓噓噓噓獎 哇這傷很高 但是要不要 是不是要被繞過去了 哇我蓋太慢了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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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速塔升級 Boss來了 Boss會多強呢 趕快升級這個冰塔 冰塔趕快升級 法速塔也升級 基本上現在是想要吃什麼 就升什麼了 OK 緩速加破防 再加強奴射擊 哇連奴狂射 噔噔噔噔噔噔噔哇這個速度超爽快 順利的把Boss解決掉 沒想到在前期這些關卡就讓我有一點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才前面第六關而已就快要守不住了 這個遊戲真的是需要動點頭腦 除了這些關卡之外還有困難模式可以選擇玩 喜歡挑戰塔防玩家這款戰爭秩序是非常適合你們的 那我們今天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就來創聯盟 到時候再一起來玩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